一名女子在教堂的停车场遇害 她没有不在场证明的丈夫成为了头号嫌疑人 随着调查的深入,事件变得越来越复杂 所牵涉的嫌疑人也越来越多 而此案最终的真相更是令人难以置信 这就是今天所要讲述的波及普希谋杀案 波及普希位于纽约州北部,是达切斯县的县制 他地处纽约大都会区和州首府阿尔巴尼之间 被称为哈德逊河女王城 1999年10月28日晚上 警员杰夫·法塞特和他的两个儿子杰森和克里斯在家里看电视 杰夫的妻子苏珊则在欢乐谷教堂的唱诗班练习合唱 大约晚上7点多,杰夫准备出门买点东西 8点半的时候,唱诗班的练习结束了 苏珊离开教堂前往停车场准备开车回家 就在此时,唱诗班的其他成员 听到停车场的方向传来了几声枪响 走在靠前的几个成员 看到一辆浅色的轿车飞快地驶离了停车场 并发现苏珊在自己的车里被射杀 如此严重的事件在波及普希并不多见 更何况这是在教堂的附近 唱诗班成员立刻报了警 警方几分钟后赶到了现场 他们一边勘察现场,一边对目击者进行了询问 但没有人看清车牌和车里的人 不过有人记得车牌号的最后一位似乎是K 经过勘察,警方初步确认凶手一共开了五枪 受害者的个人物品没有被拿走 看起来凶手的目的不是抢劫 凶手实施犯罪的目的很明确 过程也很专业 很快警方确认了受害者的身份 48岁的苏珊·法赛特 很多警员对苏珊并不陌生 因为苏珊的丈夫杰夫也是一名警员 并且很多人知道这对夫妇的婚姻出现了问题 因此杰夫立刻成为了重要嫌疑人 没过多久 多辆警车来到杰夫的家门口 此时杰夫已经回家 他和两个儿子完全不知道出了什么情况 他们看到警方包围了房子 杰夫认为这可能有什么误会 但他不敢出门 于是他打电话给警局询问发生了什么事 但由于他现在的身份已经变成了嫌疑人 所以杰夫没有得到明确的答复 直到杰夫的儿子杰森打电话给教堂 才知道妈妈在教堂被射杀 杰夫不知道该怎么办 他关掉了房子里所有的灯 并将窗帘拉了起来 父子三人在黑暗中商量对策 而对于警方来说 杰夫的行为增加了他的嫌疑 如果一个男人杀害了他的妻子 那他的孩子也可能会有危险 就这样警方和杰夫对峙了两个小时后 杰夫为了防止事态变得更严重 决定和两个儿子一起 双手抱头走出了房子 警方将三人像罪犯一样靠了起来 父子三人无法理解 为什么会突然成为了警方的嫌疑人 也不知道接下来还将发生什么 杰夫法赛特是波吉普西警局的警司 当时50岁 他从警已有24年 在警局他的口碑一向很好 杰夫也没有任何犯罪记录 但这一次不一样 他和妻子苏珊关系紧张 是很多人都知道的 而且在苏珊遇害时 杰夫刚好不在家 他的嫌疑非常大 在警方对杰夫的询问中 杰夫承认和妻子苏珊关系紧张 原因是在9月份 他发现妻子有一部秘密电话 杰夫在电话里安装了监听装置 并对电话内容录了音 他确信妻子有了外遇 但杰夫还说 他和妻子正在试图挽回这段婚姻 希望能有新的开始 为此杰夫象征性地扔掉了旧的结婚戒指 买了新的 警方询问杰夫当晚的行踪 杰夫说 当晚他去了两家超市 并在超市里吃了一点东西 超市的监控证实了杰夫的说法 但由于教堂距离杰夫家不远 所以超市的监控 并不能成为杰夫的不在场证明 他仍然具备作案的条件 警方还指出 杰夫的米瑟福特轿车 和案发现场目击者看到的车辆非常相似 并且杰夫的车牌号为CVO-11K 这与目击者看到的车牌最后一位是K相吻合 杰夫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巧合 但他坚决否认杀害了自己的妻子苏珊 不过他认为有一个人可能与此案有关 他就是苏珊的情人费雷德·安德罗斯 费雷德1939年4月23日出生于莱茵贝克 当时60岁 费雷德在波吉普西水务局工作 职责是管理水泵站和水利工程建设 他在海德公园有一栋漂亮的房子 开着一辆全新的雪佛兰黑斑林 费雷德有犯罪记录 他在16岁时曾因盗窃罪被指控 从26岁开始他就在水务局工作 在那里他工作了33年 1999年费雷德卷入了一起腐败案 并被罚款5000美元 同年5月费雷德被迫辞职 费雷德在波吉普西名声不太好 很多认识他的人都觉得费雷德是个自私 令人讨厌的家伙 辞职后费雷德大部分时间都在制作飞机模型 这是他以前没有时间做的事 除此以外 他还和多名女性保持着密切的关系 杰夫的妻子苏珊就是其中之一 苏珊在市政府的人事部门工作 因此他与费雷德有时会在工作中产生交集 随着时间的推移 他们变得越来越亲密 这种情况大约持续了三年 直到一个月前被杰夫发现后 苏珊向费雷德提出要结束这段关系 警方推断费雷德正是因为这件事而生气 他确实也有犯罪动机 因此开始对费雷德进行调查 但根据调查结果 案发当晚费雷德有明确的不在场证明 他有好友来家拜访 并在他们家吃了晚餐 所以他不具备作案条件 此时苏珊的尸检报告出来了 他的手臂和头部共有五处枪伤 子弹为点45口径的格尔特手枪弹 而杰夫和费雷德名下均没有该口径手枪的注册信息 并且费雷德的雪佛兰黑斑林汽车 也与凶手驾驶的车辆区别很大 此外 尸检报告上还有一条线索 那就是苏珊在遇害前一天曾与人发生过关系 法医还从苏珊体内提取到了男性体液 经比对该DNA与杰夫的DNA不匹配 从这一点来看杰夫的嫌疑变小了 警方也询问了费雷德是否和苏珊发生过关系 但费雷德说没有 他说他很久没有见过苏珊了 不仅如此 他还说他最近身体状况不太好 需要服用药物才能与女性发生关系 但似乎费雷德说了谎 就在最近的一个月 他还多次光顾过战监狱 当警方要求费雷德提供DNA样本时 费雷德拒绝了 从法律角度上说 警方不能强制提取DNA 因为费雷德有不在场证明 没有证据表明他与凶案有关 他现在还不是嫌疑人 警员阿瑟伯一科想出了一个办法 他打电话给费雷德 要求再次对他进行询问 阿瑟为费雷德购买了汉堡和饮料 并让费雷德到他车上接受询问 当天中午太阳很烈 阿瑟又故意将车窗紧闭 看得出费雷德很谨慎 他一直没有吃东西 但没过多久 费雷德就开始冒汗 于是他喝了饮料 这是阿瑟希望的结果 在询问结束后 阿瑟立刻将吸管送往犯罪实验室 分析结果为费雷德的DNA 与苏珊体内提取到的DNA 相匹配 显然费雷德说谎了 如果他不是凶手 为什么要说谎 在坚实的生物证据面前 费雷德有些动摇 于是他说出了一个名字 50岁的大温是一个家庭主妇 他在高速公路的休息站 为残障人士提供帮助 收入微薄 大温与丈夫育有一个儿子 他的名声很好 没有犯罪记录 费雷德告诉警方 他在和苏珊交往时 同时也和大温有染 而大温和苏珊关系也不一般 并且费雷德承认 他们三人曾有过几次三人行 他觉得 道恩和苏珊之间 可能产生了矛盾 于是警方找到了道恩 但道恩所说的 和费雷德有些出入 道恩承认 他曾与苏珊和费雷德 有过不堪的行为 费雷德还将过程拍摄了下来 他说他和苏珊其实并不熟 他认识苏珊 也是经过费雷德的介绍 除此以外 他与苏珊并无私交 他也没有杀害苏珊的动机 但调查显示 道恩名下注册了一把 点四五口径的手枪 这与凶手使用的手枪相一致 此外 道恩还拥有一辆银色的福特汽车 外观与凶手驾驶的车辆 非常相似 不过他车牌的最后一位不是K 警方测试了道恩手枪的弹道 测试结果为 弹道与凶手的手枪不一致 道恩看起来非常冷静 也非常配合警方的调查 从种种迹象来看 道恩可能与凶案无关 不过在弹道比对时 枪械专家克雷格发现 道恩的手枪似乎被动过手脚 他认为枪塘的磨损很不自然 像是被人为打磨过 有了这一发现后 警方开始怀疑 道恩和费雷德两人 可能都参与了凶案 这样费雷德的不在场证明就说得通了 不过警方现在还没有有力的证据 可以证明这一推测 于是警方走访了道恩的邻居 并得到了一条有用的线索 那就是道恩和他的丈夫 经常在自家的后院 用油桶和树木练习射击 有了这一线索 警方立刻开始对道恩的后院进行了搜索 希望可以找到用道恩手枪射击的子弹 搜索工作非常顺利 警方在树木里找到了几十颗子弹 其中一颗子弹弹道痕迹非常明显 经过比对 这颗子弹与案发现场的子弹 来自同一把点四五口径的手枪 这有力地证明了 枪堂确实被动过手脚 同时也证明道恩很可能参与了凶案 12月28日 道恩·谢尔弗梅尔因涉嫌谋杀苏珊 被警方逮捕 道恩在面对如此铁证时 不再狡辩 他不停地重复 是我射中了那个女人这句话 并如释重负地叹了一口气 道恩继续说 是费雷德要他这么做的 他对苏珊提出分手非常生气 因此他让道恩帮忙解决掉苏珊 而道恩之所以愿意答应 是因为在过去的二十年里 他向费雷德借了超过1.5万美元 随着欠款越来越多 道恩根本无力偿还 费雷德答应道恩 如果帮他杀了苏珊 以前的债务就一笔勾销 不但如此 道恩还说费雷德威胁他 如果不答应 他会让道恩的家人 看看他主演的录像 这样所有人都知道 道恩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 道恩觉得他是别无选择 为了进一步证实道恩的说法 警方对道恩的通讯记录 进行了调查 这是一种穿透式的调查 记录显示 道恩在案发前后 曾多次与费雷德通了电话 而他与苏珊确实没有任何联系 这说明道恩没有说谎 接着警方再次对道恩进行了审问 道恩完整地叙述了事件的过程 他在答应费雷德的要求后 就开始了他的行动 他跟踪了苏珊好几天 了解到苏珊在工作日的晚上 会去欢乐谷教堂练习合唱 10月28日是道恩准备行动的日子 他让费雷德帮他准备一块 与杰夫汽车一样的车牌 然后去购买了滑雪面罩 面包和一些止痛片 然后提前来到苏珊汽车的左侧等待 他降低了座位的高度 以免被人察觉 当时他内心非常忐忑 没过多久 他看到苏珊从教堂里出来 并上车准备开车离开 就在苏珊拉保险带的时候 道恩按下了车窗 并向苏珊扣动了扳机 得手后他快速离开了教堂 他在事先一处安排好的地方 将伪装的车牌换下来 并将假车牌和武器放在一起 几分钟后 他用付费电话告诉费雷德 行动已经完成 当天晚上费雷德处理掉了假车牌 并拿走了手枪 然后处理了手枪的弹道后 再将手枪还给道恩 在听完道恩的叙述后 有一个细节令人心寒 根据法医的结论 苏珊与丈夫和好后 依然与费雷德纠缠不清 并且在他遇害的前一天 还和费雷德发生了关系 而当时的费雷德 已经在实施谋杀苏珊的计划 如果真是这样 费雷德确实如他的口碑一样 是个自私又卑鄙的人 第二天也就是12月29日 警方准备正式逮捕 费雷德安德罗斯 而当警方来到费雷德 位于海德公园的家时 听到了一声枪响 逮捕瞬间变成了抢救 费雷德被送往 威彻斯特医疗中心接受治疗 不知道算不算是幸运 经过抢救 费雷德没有生命危险 只是他的样貌 有了不小的改变 2000年1月6日 费雷德和道恩被指控犯有二级谋杀罪 三周后 为了防止两名罪犯发生任何接触 费雷德从威彻斯特医疗中心 被转移到达奇斯县立监狱 而道恩则被转移到普特南县立监狱 等待庭审 3月27日 道恩承认了一项二级谋杀罪 并同意出庭指证费雷德 与此同时 费雷德的辩护律师 诺埃尔泰珀也建议费雷德和检察官 签订认罪协议 泰珀因为蒂莫西·莉莉辩护而闻名 莉莉是著名的精神病学专家 她成立了精神发现联盟 和其他迷幻宗教 被尼克松称为是全美最危险的人 泰珀认为无罪抗变的成功率很低 费雷德接受了泰珀的建议 6月23日 费雷德应参与另一起城镇腐败丑闻 而被联邦法官判处33个月的监禁 2001年2月23日 陪审团听取了案件结案陈词 并开始审议 一天后 陪审团做出了裁决 费雷德·安德罗斯 犯有共谋谋杀罪 他被判处终身监禁 25年不得假释 刑期与联邦监狱的刑期连续执行 总刑期为27年09个月 2002年11月28日 费雷德因心脏病发作 在克林顿审教所的牢房里死亡 大恩·希尔弗梅尔因二级谋杀罪 被判处18年监禁 他于2019年被释放 大恩在接受采访时说 或许我是一个怪物 但我是个充满悔恨的怪物